技術是這個證照 你好像還可以去換同等學歷 同等學歷好像同等於高中的學歷 乙級是同等於大專的 等於是你可以去換五專的學歷 專科的學歷 不過如果你要考試的話 假如說你沒有相關資格的話 你必須要先取得秉級 再去考乙級 或者是你如果沒有 沒有這個就是沒考過秉級的話 你可以從事硬檢類相關工作三年以上者 這個就可以啦 就是說這樣也可以 但是必須要開證明 就是那個公司他幫你開證明 然後蓋公司大小章 你就可以直接考乙級 那其實有的時候就是說 不考秉級直接考乙級 就是說你可以跳過這個秉級的考試 省一個時間 因為有的時候你考到乙級的話 其實秉級相對它的那個效用 就應該算比較小了 就像說你念書 你大學畢業 或者你拿到研究所措施 以前的學歷大概就不是很重要了 同樣的 同樣的 那 這一個第四項 其實以前 如果你專科 或者大學畢業 就可以考一級 但是他 後來的簡章改了 就是說你即使是專科以大專以上的話 但是你要是相關科系畢業的 相關 所謂相關科系就是說 你考這個科系 你必須是資訊相關 可能你的那個科系的名稱 就必須有一個什麼資訊管理 資訊系統 或什麼資訊傳播 有個資訊的話 才是同等學 這個相關科系 才可以 這個是資格的部分 那像其他的話 當然我們大概 效用其實有這一些 其實像 以籍的話 像百分之十的加分 如果以後去考什麼技術學院的話 百分之十耶 所以說很多那個高職生 盡量在畢業前 一定要考到以籍 因為這個幾乎是他 升學的保證 這個百分之十是總分百分之十喔 不是某一顆百分之十 他是總分 所以說一總分加上去百分之十 哇那幾乎就已經 本來落學 本來考不上的一下 就可能到公立前面去了啊 對啊像是現在TQC 或者像以籍證照的話 像現在那個大專院校 如果你要推真入學的話 如果你有這個 這些證照的話 相對的話 就會比別人更優勢 那推真的 推薦真是就會有加分 那當然相對另外 升學是這樣的 那職場上也是一樣啦 因為現在那個失業勞工 其實還蠻多的 那找工作的時候 大家找工作的人很多 可是問題就是說 這個要怎麼篩選呢 那人事單位現在有個策略就是說呢 他會先把那個有證照的優先面試 沒證照的話 可能連面試的機會都沒有了 因為其實現在職場上 那個醫化 醫能力會很重要啦 電腦能力很重要 你來個工作不用電腦了 而且用電腦的需求度越來越高 那變成說第一個 他第一個一定要先 你會不會用電腦 而且會用電腦還不能 會用電腦 會用越多越好 甚至現在有個區域就是說 最好是那個會計 還可以監管資訊 現在都這樣 像我們買的那個冷氣 冷氣那個 他是技品 技術部門的經理 他還管那個冷氣研發之外 他還管資訊部門 所以一個經理要管兩個部門 所以最好是通通都可以 那其實目前那個電腦證照 這相關的 已經慢慢有普遍了 很多 我剛剛講到那些 已經獲得一千大 這個企業財任 那這也成為標準 另外其他比較重要 像政府機關